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幼稚园老师 啪啪熊 我 我不太想接着后面 但是好了我是大酸美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这只熊 你之前好像有去当过 就是儿童医院的志工嘛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当幼稚园的老师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但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一间我没有办法 我会这样讲 只是因为这个幼儿园里面 好像有幼稚 这个幼稚园里面好像有一个老师 是熊 但我还没有看到他 我只是在第一集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全身穿着熊布偶的人 应该是人吧 应该是人吧 我觉得应该是人 嗯就跟我一样就是 真身是熊嘛 平时会穿人皮这样 而且你平常是没有脊椎的啪啪熊 啪啪熊有脊椎吗 啪啪熊有脊椎吗 可能也没有 大家会 好啦 我觉得大家应该蛮开心 我们这样子讲干话的 都还没有开始 你确定吗 好啦 那 呃 其实我觉得先不管我们到底能不能当一个幼稚园的老师 我是百分之百确定 我们两个是绝对没有办法进这一部漫画中的幼稚园 去当老师 对对对对 那里面的老师是特殊教师 太难了 这个我们没有资格 欸不对 酸梅你应该有资格啊 呃 我是后面自取派的 我不是那个 我不是那个上情线的那种 我还是 就是大家要认清楚自己的专长跟非专长的部分 大家要知道这间幼稚园 他们的新人可能一个礼拜 或是过一两天 就会有一个老师 就是会牺牲 所以我是觉得我应该无法加入这间幼稚园 这样子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不过 我希望大家不要对这部作品有什么误会 其实这部作品 就如同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 它就是一部非常开心愉快的爽漫漫画 真的很爽漫 好愉悦哦 看起来超开心 一开始看到这一部的封面图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哦 这个我可能不太会有兴趣吧 但是我真的之前 不知道哪一天就突然之间觉得 啊好啦 它有折扣 我就顺 顺便拿来凑一下那个 本数 凑一下满额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我看完第一话的时候 我就跑去查了一下日版 因为日版目前出到第九集 哦 然后我就想说 你第一话的剧情是这样 感觉起来其实是要画短片 的确 然后你画了九集 真的有需要吗 但是当我看完第二集的时候 我觉得 嗯 好 好像 好像可以啦 它 它是有买一些东西在里面 只是第一集 还看不太出来 至少 应该是说第一话啦 因为第一话它就是一个 对啊对啊 非常明确的就是也可以直接完结的一个短片 然后可能因为就是蛮受好评的 最后就开始长篇连载 那的确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到 稍微看到第二集的话 然后你隐约就会知道 它背后当然还是买了一些 应该可以拉到第 第九集的剧情 呃 哦 我讲是不是太直接 诶 我到时候逼掉就这样 到时候逼掉 不要让人家那个 能 有戳到别人的那个笑点啊 但是 老实说 你要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幼稚园 是比较符合我的笑点 没错 尤其是那个 各位你们炸鸡 加不加柠檬 你们是哪一派的 小心啊 回答啊 要回答正确哦 还有那个电影啊 你的电影片单 你那个电影最后的工作人员名单 你们是会看完才走的那一派吗 问好 对 好啦 啪啪学会讲这件事情呢 最主要是因为 这部漫画 他最开头是 最开头我还以为是主角的一个杀手 那他就是 因为受到了一个邀约 就是要去干掉一个小孩 呃 因为那个小孩待在一个幼儿园里面 于是他就是算是 接了这个任务 要去干掉那个小孩 结果人家跟他说 你要小心 这个幼稚园是一个 全世界最安全的幼稚园 他就想 这个杀手叫做什么 黑桃吧 就想说 为什么呢 而且这个幼稚园看起来还好啊 然后呢 老师看起来 里面的老师看起来也还好啊 结果我没想到 他竟然射出 就是射 就是开枪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非常 不一样的事情 那总之呢 这整个幼稚园 就是被一群 非常特殊的人给保护着 那后来 呃 这个老师就是我们的女主角丽塔 那他是一个非常期待跟 帅哥相遇的一个女孩子 20岁女孩子 他就是外貌协会 诶 我突然发现 他跟我们上一部那个 历劫罗特一样 也是外貌协会 真的 而且这个丽塔 超级外貌协会 他就看到哪一个人 就看到那个我们的 第一话的男主角 黑桃 就说 天哪 这是我最期待交往的 No.1 黑发 黑发冷酷帅哥 而且那个脸上 还有那个刀疤 我就想说 对 就是这个神秘白 然后 然后第二个叫 杀手梅花 而且是他喜欢的 No.2 金发不良心 对 然后就每一个都想说 请问就是一边要阻挡人家来暗杀小孩子 然后又一边说 那个我是因为幼稚园老师 就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对象 那请问你有女友吗 他真的很认真的问 真的 那请问你 章鱼烧是哪一派 对对对 然后你浓汤呢 然后钓鱼烧是哪一派 炸鸡呢 然后吃辣面会先吃什么 汤还是面 老实说当他问这些话的时候 我是真的笑到一个不行啊 因为有太多真的就是 哦 我就我就想说 啊对对 我也会很在意这些事情 虽然 他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你就是会放在心上 例如说去看电影的时候 就是你会不会看电影 结束之后的感谢名单呢 然后 然后那个杀手就说了一些话 于是我们家丽塔就 然后就 然后我觉得这一部作品 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 就是他每一集的最后面 真的让我想到那个犯人们之事 没错 就是最后都要有一个来自天堂的 就是大家的那个 什么 被害者协会 会检讨会 就说 我们为什么会被杀的原因 对 被害者协会 然后重点是那个被害者协会 出现的时候真的是笑到一个炸裂 他除了本身故事 主轴剧情也很好笑 他在后面那个被害者协会 也笑到一个烦掉 太愉悦了 太愉悦了 大家真的要好好享受这部作品 而且他除了就是要阻挡 杀手来暗杀这些学生 就是这些小孩子以外 当然背后 感觉还有一些他们主轴的故事 在以外 还有包括 主角们 就是这些角色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我就想说 天哪 这是一个什么恋爱喜剧 对啊 而且他里面 对他里面其实 那个 因为他们是幼稚园嘛 然后他们幼稚园里面 就是还有那种类似 那个叫什么 保健室的老师 然后看到保健室老师出场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那个 啊 那个反差吗 这可以称为反差萌吗 还是就是 我也是有一瞬间 就想到那个蜡笔小新 他们的那个园长 然后的确是呢 就看起来很凶 但他其实是很温柔的人 的确是呢 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了 真的 这幼稚园里面 每一个角色都 都相当的讨喜 又有趣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 呃 如果大家如果影约 有看到后面他的 就是应该看到第二本 出现的一个 就是他们的前辈的一个老师 哦 我也很喜欢他 出场超好笑 对 我非常 我跟他就是那个 非常同意他的说法 对我非常同意他的说法 而且他超爱少女漫的 他就是觉得说 诶 就是男女主角在一起之前的 这一段比较重要 对 我也是这一派的 对我也是这一派的 我觉得很好笑 有时候那个 男女主角如果最后 就是你知道交往结婚之后 我就兴致决绝 他们交往前这一段 的前戏 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 所以他就说 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 就是心跳加速 嗯 你要是感冒 超棒超棒的 所以好啦 总之就是希望 就是非常推荐 大家直接自己去看 去看这部作品 因为他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他目前 目前可以看得到的 本数里面 他其实没有什么剧情可言 他就是 看着丽塔如何 不断的外貌协会 然后希望当 就是看到帅气的杀手 想要 想要让他当自己的男朋友以外 其实真的也没有太多的剧情 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 对啊 快速爽慢 对 然后还有另外 就是边看 会边在内心 偶尔是想说 蛤你这样的剧情 要成九集嘛 对啊 但是第二集的最后 就发现 哦好像有一点什么 开端要开始了 的确是 的确是 所以 九集啊 好啦我希望他后面 不要让我失望 因为毕竟我当初 也是很喜欢某部作品 然后我其实前面五本 有买了 然后买完五本之后 我就嗯 后面我不打算买了 嘿 其实 哦是哦 对啊 就是嗯 好啦不要讲 不然的话 这真的某一些作品 很有人气 我到时候会被公干 好的 我还是要维护一下 我的形象 我有形象嘛 好啦不管 我还不管不管 那总之呢 大家只要 想要看不动脑的 然后看愉快爽慢的 想要看恋爱喜剧的 那么上个礼拜的 那一部叫做 傲娇反派千金 力竭若特与 实况主远藤同学 与解说员小林同学 好对我竟然把他名字 记下来了 那么那部作品 也是一部恋爱喜剧 然后是一个 异世界游戏向的 女性向恋爱游戏 所塑造成的恋爱喜剧 爽慢 那这部作品 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爽慢 然后漫画家的画风 非常的紧接 但是我觉得反而很搭 这部作品的风格 你看那个女主角 就是下手干掉 那些杀手的表情都一样 我就莫名的想到 家奈子的幸福杀手生活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的表情很像 是这年头当杀手都这个样子吗 可能都有差不多的那个形象吧 我刚刚想到一个非常废的东西 就是 我们这次这两部的那个 作品的共通性 除了女主角都是 那个外贸协会以外 一个是丽塔 一个是丽杰洛特 他们都是丽耶 好烂哦 可是我后来发现 如果是以英文的话 两个人的那个开头 应该不一样 本来就不一样 因为丽塔应该是Rita 但是丽杰洛特 不知道是不是L开头 是L开头 因为她的那个漫画里面 有她的那个英文名字 就是你在那个夹杂 那个叶数之中间 你会看到是那个 是L开头的名字 好啦 但是真的很烂 对 我最后我要说一下 这个比那个什么 里面有熊老师这件事还要烂 但是我真的很期待 熊老师出场到底是什么时候 对啊 因为我觉得好像 越后面出场的 应该是越资深的吧 因为像丽塔跟道格 两个是蒲公英班的 然后 那个 到第二集的时候 有出现另外一个 是向日葵还什么的 那个前辈 他是 就是待比较久的 那我其实也有点好奇说 因为他们这个 幼稚园的特殊教师的 特殊特性的关系 感觉起来 他们待满一年就可以 可是我也很害怕说 你这个一年 一年之后你是 是真的 真的可以离开这里吗 不要问 这是我的一个很大问 好 不要问很可怕 光是可以活过一年 都不知道了 但是目前 先不要问 不过说是这样说 我是觉得啦 这个道格 就是跟丽塔一样 都在蒲公英班的 这个其中一个老师 那这个道格呢 他明明就是诈骗 就是他明明就是 会诈骗的人 然后会偷东西 到底为什么 他也那么会使用枪啦 就是他其实 上第一线战斗 也是很OK 是有这么全能就对了 好啦 随便随便 就是 他们两个开心就好 那么就是还有包括 恋爱喜剧的部分 大家可以享受一下 那个 Doki Doki的感觉 笑死 天哪怎么 他那个Doki Doki的 那个瞬间 实在是浮夸到 我整个是直接笑出来 真的 那个 画风直接变 然后我就快笑死 然后一堆花 就让我想到小玉子 对对对对 总之不知道 该怎么办的时候 就先画一堆花下去 对对对 就是很符合少女漫画 等一下这不是少女漫画 好啦 他是一部恋爱喜剧 那总之呢 就大家好好享受这部作品 那还有包括 他里面的配角也很讨喜 那剧情本身不用动脑 所以非常 就是甚至可以比我们上一部作品 还更不需要动脑 的一个愉快作品 所以希望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他好像 之前 我忘记是有没有得到什么奖项 我记得好像有吧 我也不记得 他好像有的那个 下一部漫画大赏 2023网路漫画的第三名 然后我看 中文的故事简介上面是有写什么 第一话连载就掀起话题 获得八万则以上的好评留言 其实我可以想象 因为他第一话真的 还蛮有冲击性的 而且就是下手的理由 对啊 就 我真的觉得第一话是 真的蛮搞笑的 尤其他问的一些问题 就是你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哇靠 太好笑了吧 我就是也是会有种 就是冲动就觉得说 啊如果下面有留言区的话 我也可以去留言一下 对那个炸鸡 就是跟酸梅一样吧 欸欸欸欸 欸 呵呵呵呵 应该是说这个莉塔 她的许多个人的 癖好 其实跟我蛮类似的 但是其实 我要先说好 她好像没有问到咖喱饭 但其实身为一个 你知道就是 身为一个喜欢咖喱饭的人 不吃辣的人 没有不是辣不辣的问题 是有人认为咖喱饭吃的方法 应该是 你知道一个汤匙里面 一半咖喱一半饭 都可以混在一起 对对对 这个好像也会掀起论战 对这个也会吵架 但是身为一个 你知道就是 欸说不定后面会有啊 毕竟她有酒精嘛 对啊对啊 身为一个混乱中立的酸梅 我个人两种都吃啦 或者两个都 我要吃 呵呵呵 我我我不是会混在一起的人 但是有时候 我会把咖喱直接淋在饭上 希望大家不要因此打打爆我的头 但是我会 我还是会看完电影的感谢名单才离开 但我真的 吃炸鸡加柠檬的我会生气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 把柠檬加在肉上的味道 对好希望 那我跟你说 还有另外一个论战 就是汤咖喱算不算咖喱 没关系我都吃 这个不用跟我论战 赶快小心维护 就是好吃就好这样 小心维护 我刚以为你断线 吓我一跳 我在想说 如果我说是 然后那些觉得不是的 就是要来战 那如果我说不是 那那些觉得是的也要来战 这真的很危险的熊 拜托 不要 挖坑给你跳 对我们等在下班中 可以接受各种挑战 但不要为了咖喱 好吗 我们为了咖喱四分五裂 而且我觉得这个漫画家 蛮有趣的是 听说他之前是在做吉他的 我就想说 为什么做吉他跑来换漫画 就是不是很懂 不是很懂 我也觉得很神奇 就是 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一种 就是想要做新的挑战吧 就可能跟他的编辑 就是先画一个短片 然后如果好评的话 才能继续练载下去 可是那就代表他必须要先把后面的故事 都先想好 的确是 就也不能只是单纯的一个短片 然后后面就你知道 就同一个梗一直反复玩 因为有一些作品是这样 可是就还是红不让我不能理解 而且其实我觉得 他们这一些喜剧 其实蛮有日本的 日本幽默感的搞笑味道 所以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个搞笑感 然后而且如果你太重复的话 就像我提到的某部作品 我觉得有时候太一个循环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会觉得非常的厌倦 所以我觉得他聪明 这个漫画家聪明的是 他在第二本之后 感觉他引入了主剧情的要素 然后我也希望他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好 如果他想要长篇连载的话 好啦 总之 身为喜欢漫画的读者来说 我是真的很期待 大家可以把喜剧的要素 好好的维持下去 然后又可以画出 可以让读者不会厌倦的长篇作品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至少现在 那这部也是在Jump Plus上面连载的 我想这样的作品 应该也没有办法在Jump上面连载 还是比较偏实验性质一点 然后没有那么的少年王道取向 不过我自己个人是非常非常 是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因为看起来真的很舒压 对 嗯 还有熊老师 太好笑了 对对对 熊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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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他出场 因为我在整理那个封面图的时候 已经看到某一集封面上面是熊老师了 所以我觉得那一集应该是蛮关键的 好的好的 对 好 所以呢 就是 这一部作品也有那个出电子书 所以大家如果一听到说 哈 这已经 而且是九集未完哦 它不是完结 九集未完就代表你的书柜空间 要嘛就是要清出九本的 至少十本以上的空缺 或者是你也可以考虑直接入手电子书啦 不占空间 那Jump Plus如果大家就是还是 等单行本等的心急如焚 就是Jump Plus偶尔就是还是会有 你知道释出最新话 然后免费的 就免费阅读的 英文版本 如果日文够好看日文 英文够好看英文 大概就这样的概念 很可惜的是没有中文版本 是有点可惜啦 但是没关系 大家可以还是可以 应该明明强强 拿个Google翻译还是可以看的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不太需要 吐脑的办法 看图搞不好都半看半猜 没错没错 我觉得都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漫画最大的 有趣跟魅力之处 有时候你甚至不用看懂文字 你都可以看懂剧情的走向 那尤其像这样的漫画 我觉得它乍看简单 但其实实际上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对 所以好啦 总之非常推荐给大家 大家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 欢迎来跟我们一起 疏压一下 我也好想进去念书 不是 你是说你现在想要进去 当那个幼儿吗 体验一下 对啊体验一下枪林带雨 然后又很安全的状态 真的我真的很想说 这一群老师真的很厉害 好啦那我们应该是不太可能进去的啦 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钱 这好像才是重点 而且其实我那时候还在想说 你这一个 这一个幼稚园叫布莱克幼儿 幼稚园嘛 然后 但是他又说是全世界最安全 那就代表其实他会收各国语言的小孩 但是我觉得他们看起来都是讲日文 可是你知道小孩子 他们真的玩起来有时候会 会什么语言不重要 哦也是啦 虽然我觉得他应该只是这样讲 应该反正他是一个架空 感觉像是平行事件 算了那只是一个背景 小孩子不是重点 对对对 小孩子的心怀有够 至少他们就是被抱来抱去 然后那个小孩子的名字 我都快忘记 因为他们的特点都在老师啊 老师真的是太多 太强眼了 而且老师太有戏了 就是老师你们不仅要当老师 然后还要在那里想办法 弄几个恋爱喜剂 我都说你们够了哦 人生很闲 是不是啦 好忙 对啊又想办法打坏人 又要想办法自己要发展爱情喜剧 然后还要想办法彼此 彼此耽误彼此的恋爱喜剧 彼此耽误彼此 当一个幼儿园老师 怎么这么忙呢 真的是 好了好了 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虽然我们在吐槽 但我们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享受这部作品 跟我们一样享受这部作品 对 好了 看得很开心 叮 好 那我们下一个礼拜的作品 其实我们也 目前也不知道下个礼拜会是什么作品 那么就大家记得在收听我们家节目 大家下次再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敏归 重工 裂 别